不好意思啊 确实设了 至于温大人问的这事 具体要看人数 除非楚王能搞来十万人马 那或许能与我一战 十万往下 我都可将其灭之 那就行 既然如此 就请秦将军做好准备吧 不出意外的话 这楚王是要反了 你就这么确定楚王要反 他可是王爷 若是老老实实的陛下也不会为难于他 何必提这西瓜冒险 不是什么人都能认清局势 这楚王并非有主见之人 贪财狂妄 没受过挫折 若是被人怂恿 很容易脑子一热就下决定 再者 老夫都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明显了 他还是没反应 若不是要造反 那他是在等啥 等陛下的道子吗 反正你手中有陛下给的天子剑 抓他一个王爷并非不可能 他若是造反 陛下的脸壳就不好看了 而且一旦形成连锁反应 其他几位王爷很有可能会响应 老夫倒觉得 这王爷造反未必是坏事 你们想想 若是楚王造反 那我们去抓他就是平叛 届时陛下也有借口可以直接承接这些王爷 而不用背负骂名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把王爷造反的锅 甩到那些香绳的头上 说王爷们都是受到了那些香绳的怂恿 这才迷了眼 只要我们能够快速将盼烂压下 那这就是一剑三雕 好家伙 知道楚王造反 却不管 这要是玩脱了 到时候算谁的 这文体人是想分过啊 文大人 这怕是不太好吧 有何不妥 若是楚王不懂事 继续这么僵持着 陛下想要推行政策 那就必杀他 既然他横竖都是死 那为何不再多贡献一点 严带着这锅一起背了 大明养他们这么久 总该有点用处吧 就算楚王如你所愿造反 我们也成功将其灭掉 但别忘了 但凡是战争就必然会伤到百姓 皇爷推行土改位的是造福百姓 可不是逼他们造反把百姓给祸害了 到时候皇爷会不会成你这个情谁都说不准 别忘了 皇爷已经杀了很多人 他也不是一个被世俗名声所影响的帝王 百姓在他心中怕是比什么都重要 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瞧着不说话的众人 以及还在吃东西的秦良玉 温体人知道这事是指望不上他们了 这样把这个方法上报给陛下 反正南京城的肃清还需要几日时间 若是陛下不允许 那等到南京城清理完成后 我等便直接派兵接管武昌 我觉得可以 咱家也觉得可行 南京有直飞京城的信歌 最多三日就能知道陛下的答复 倒是不影响整个布局 那就先这样 来来来 吃饭 等到温体人抄起筷子 准备吃点东西放松下时 只见这大半的饭菜都已经进了秦良玉的肚子 去传厨房那边 再给老夫上几碟饭菜 这饭局一直吃到半夜才算是散了火 温体人没有急着去睡觉 而是让人泡了一壶好茶静静坐在院子里 今日的提议是他琢磨许久后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 只是没成想这根本无人答应 如果直接做了 以我对陛下的了解 最多被埋怨几句 但如果尚书要陛下下决定 陛下怕是绝对不会用百姓的安全 来换这所谓的名声 如此的话 那就只能由我和冯莹来背这口锅了 特娘呢 这事是真的棘手啊 楚王啊楚王 希望你小子识相点 在这几日速速起兵接下这口锅 若是如此 回头陛下看你时 我或许还会出口保你家老小一命 否则若是老夫背这口锅 那儿等就只能用命来补偿了